有關於今天的比賽 事實上兩邊的投手表現得都不錯 我們這邊事實上在攻擊一方 我們的嗆死也是不少 但是還是跟我們在台灣 跟日本隊打的時候那一場 情況差不多 在嗆死來的時候 就欠缺靈門一腳 中華隊在SUPER ROUND的手戰 以0比2輸給了墨西哥 至於先發投手江少慶 今天投了5.2局 只被擊出三直安 打掉了兩分的自責分 對你今天的表現 我覺得自己很滿意 然後很可惜的是第五局 自己好球輸了 然後被打球擊出那一支拳打 因為前面兩個被挖球 就沒有很穩 就是沒有搶到好球 想說就是配個外角吃球 就被逮到了這樣 前幾天有特別是看他們的 打擊 就打著那些請求報告 然後今天 其實拉美的球隊 其實他們的攻擊模式 基本都差不多 然後今天自己 特別把球路壓低 在前幾局 然後直到第五局 好球速落後 然後那一顆是樓球 就變他的掌握這樣 我覺得他整體來看就是 今天控球 不然控球還是 那個球路都是很不錯的 接下來往後機場比賽 自己身體狀況都是OK的 恢復好了 等就安排隨時都可以上場 在後半段的比賽呢 還有個關注的焦點 就是在第六局 兩人出局一三雷友人的時候 陳冠宇登板了 他立刻化解危機 而且頭球1.1局沒有掉分 對呀 但是在日本的野球試合 也有這麼大的場面 都可以出現 可以抵抗得來 所以 陳冠宇登板 想要抵抗得來 所以 安心一下 至於在打擊的部分 中華隊集出了三支安打 那包括有今天先發上陣的 郭炎文 還有王布榮 另外還有胡金龍 分別集出安打 有些人都沒來過這個球場 然後站在這個 人工草皮上 可能有點不習慣 因為青瘦 我們前一晚就一直在討論 他們青瘦小組也跟我們講說 他們換投手的節奏比較快 那我們都會隨時在注意 我們希望今天 明天再來而已 不要因為今天而輸球而慶 對 我跟 對方投手不熟悉 然後 其實他們打擊也沒有什麼發揮 就是兩個 就是這種 賽前就差不多知道會是一場投手戰 就是變成 看誰能把握住 對方失誤 或是 減少犯錯 你的機會就比較大 投手很好 他們都有2 3A學準 所以 你說要 把他們打很多分 其實有難度 就是要把握那種機會 機會 如果一沒有把握住 可能 就比較難 其實中華隊今天在前半段的比賽 有機會拿下分數 不過很可惜 例如像是第四局的時候 在王布榮集出安打 接下來的林鴻鈺 一開始是判安打上壘的 不過後來是改判之後沒有 所以這個在整個士氣上等等 是在這邊比較中斷的 大家在面對 打點圈在攻擊的時候 那種心態 我們是不是要再去跟各位 大家稍微研究研究 看如何 但短期賽事 你說要完全改變 也不是很容易 所以 我們會盡量去做 看能不能 些許的改變得到效果 你剛剛說的日本隊 跟今天的摩西哥 他們在分組都拿到第一 那 在分組能夠拿到第一 表示他們的投手 事實上是還蠻平均的 所以 投手這一環是 算是強 所以 你要攻擊他 並不是那麼的容易 所以 以這段場的表現的話 你要說中華隊比你大也可以 你要說對方的投手很強也可以 這個我都接受了 好 接下來11月12號 中華隊在SUPER RUN第二場比賽 要碰上的是韓國 會在當地時間晚上的7點舉行 中華隊的先發投手是張毅 我們也會持續帶您來 掌握中華隊的最新戰況